HIPP代表朴志源10月17日 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 从很久以前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 短期内已经安排了一些成员 到2023年上半年为止进行个人活动 也提前准备了各种内容 以确保BTS可以和ARMY在一起 朴志源还提到 HIPP完全理解投资者担心 在BTS的活动受到限制时 HIPP是否能够继续增长 HIPP已经计划了多个厂牌战略 能够持续生产音乐和艺人 HIPP还在用新技术应对各种挑战 比如平台业务和游戏业务 HIPP提出的详细战略 包括明年在日本和美国推出四个组合 采用Keyboard制作方式 在Vivers中增加直播功能 引入新的订阅服务 不断更新和扩大发布 End some with BTS游戏 并应用了Super Time 基于AI的语音和歌曲合成技术 据分析 BTS入伍确认将对HIPP的股价 产生不利影响 此前HIPP宣布通过业务多元化 减少对BTS销售的依赖 并采取进军游戏行业等举措 但截至目前 依赖率仍居高不下 尽管如此 HIPP还是成功的 将其对BTS的依赖性 从上市时的80%降至60% 爱的韩社 没有接受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 感谢观看 CEDEBT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